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平时的仪仗私立任务 包括阅兵任务 更多的突出的是仪式的隆重感 仪海交接任务更多的突出的是一种庄重感 那么礼布主要是应用于纪念仪式 它的步速比较慢 庄重 威力 这个眼神不是通过训练 练出来的 而是通过战士们对这段历史的学习 而由内而外自发表露出来 手间间往上接光我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志愿军人在前线一种硬杀敌的精神 拿着手中的时候 我们任何动作都应该要轻 我们要让这个烈士们感到祖国怀抱的温暖 经常是两个小臂 特别是小臂内侧 写到这个磨错皮或者红肿 都为了保证我们的任务要办完成的 这个负重训练是逼迫手的 七步 顿 相左 顿 走 每个动作都特别做了 一定要带入感情去训练 我们没有对每一场训练有放松 志愿军造的新疆就是主国的英雄 我们是一群最可爱的人 也是一群将军生奉献着主国的人 把这个烈士一台的官国从韩军手中接过来的时候 感觉到不仅是官国本身的重量 感觉到身上使命感和老一辈其身烈士 对我们一种嘱托 无论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 抗美人潮精神都是我们党的宝贵军争手 是鼓务和激励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 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为什么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